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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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同一家酒店 一路上整个人都恍恍惚惚的 2020年就像好莱坞三流电影的剧本一样 隔着口罩看着人们 真是如梦幻泡影 很多老朋友都在南京 看到他们以后 终于驱散了一路的虚无感 到了晚上又是喝酒唱歌散德幸 那天小河也在 他戒酒很多年了 笑眯眯的看着我们胡闹 短暂的相聚过后 我又坐在了回云南的飞机上 不同的是手套没了 口罩也变成单层了 像我这么贪生怕死的人 躲在美丽的云南防疫了半年 就这么一下子破功了 飞机在云南落地 我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小河的信息 他邀请我第二天来上海 录制巡谣计划 一入江湖岁月催 在神州的大地上兜圈子的生活 又回来了感恩 兴奋 并恐慌着 我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 背起手风旗飞往上海 踏上了2020年的复工之路 小河座巡谣一年多了 想不到在疫情时期 终于参与了一期 江浙的黄梅天潮湿闷热 徘徊在敞开心扉 和个人防护的纠结之中 我在上海度过了三天的巡谣时光 回到云南以后 有一些朋友来家里吃饭 酒后有个老朋友开始批评小河 他说小河现在太平和了 脱离了真实生活的冲突 丧失了创作的激情 巡谣根本没有必要 与其找老哥 不如自己携手新的 我和他争论了起来 然后在当天 语速越来越腻 最后面红耳赤 双双挂笑 这位老朋友是小河的多年杠友 我目睹过他们之间的很多场辩论 那时候小河还喝酒 喝完就是一颗永远也炸不完的炸弹 如果你不和他一起炸 那你就是被炸的那个 他们的辩论是这样的 同一个主题 昨天晚上还是正方的 今晚再变就变成反方了 而且情绪是一样的激烈 慢慢的我就明白了 正反方根本无所谓 变才是最重要的 马杠友从文艺评论的角度 说了很多冷嗖嗖的看法 最后他伤感的说 小河现在都不跟他争论了 不论他说什么 小河都说好 他可真怀念 以前的小河呀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感受 很多人都怀念 以前的那个小河 我第一次见小河是1998年 秋天的北京 那年我刚到北京 和几个郊区新认识的朋友 凑了一个翻唱组合 想着去酒吧唱流行歌 赚点生活费 有一次我们参加了 北京东大桥某个商场门口的 乐器促销会 我先和这些新朋友 唱几首歌 然后是他们自己乐队的演出 他们自己的乐队叫 美好药店 主唱是个很奇怪的人 头发有的长 有的短 衣服是里三层 外三层 他一上台就把吉他 怼在音箱上 喇叭里传出一个 特别刺耳的笑叫声 叫了一会儿 他鸟头走到话档前面 对着底下的消费者们说 你们都站在这干嘛呢 回家吧 然后我当时就惊了 商场促销演出还能这样 有没有把消费者放在眼里 有没有把老板放在眼里 有没有把演出费放在眼里 我瞬间就嗨了 千里迢迢从西北来到北京 我要找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主唱弹吉他不用播片 用手指同时弹节奏和旋律 在当时的北京这样的弹法 其实还不太常见 所以他们演完 我就过去跟这个主唱搭讪 我说 你吉他弹得真好 我能跟你学吉他吗 这个主唱用那种正规军 看着伪军的眼神 打量了我一下 说学这玩意儿干什么呀 说完他就走了 我不知道他是瞧不起我 还是瞧不起吉他 但凭着我当时年轻气盛 初出茅庐的那种敏感 我肯定他瞧不起的应该是我 这个人就是小河 美好药店的主唱 我那时经常遇到这种 瞧不起我的事情 我当时的心态就是 你等着我 我辞早让你看着杂志封面上的我 后悔 1998年的冬天来临 在跨年的晚上 我和几个朋友去王府井 逛街吃小吃 然后从吃完小吃 我们继续往美术馆走 走的时候路过了 立生体育商店 在立生体育商店门口 搭着一个台子 台上正在演出 我走近一看就是 美好药店 北京的冬天特别冷 我看着他们在台上演出 心里就 突然觉得很悲凉 在北京做乐队真难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乐队 什么时候才能在台上 唱我自己的歌 转眼三年过去 事隔一日当刮目相待 一下隔了一千多日了 我没有自己的乐队 也没有在台上唱自己的歌 而且我还放弃了弹吉他 在野孩子乐队拉手工琴 当时野孩子开了个酒吧 叫和酒吧 每天晚上都有演出 小和和小丽是每周三晚上 很快我就和小和再次相认了 虽然我还是没有上杂志封面 我成了每周三晚上小和和小丽 共用的记性乐手 隔了一年 我和小和录了他的现场专辑 飞得快的鸟跑步 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更神奇的是 又隔了一年 我加入了美好药店乐队 并且参与录制了美好药店的专辑 脚步声阵阵 那段时间的事情 熟悉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那是我们的黄金时代 我和小和还有郭龙 王小丽我们的孩子 我们每天活在音乐里 活在酒里 整晚整晚的记性 用身体和心感受音乐 享受音乐 那段时间是短暂而且璀璨 他种下了一颗最美的种子 到现在还在开花结果 随后我们从青年变成了中年 在各种事情里 在江湖里 分分合合 我也终于有了自己的乐队 在台上唱自己的歌 写字就是排兵步阵 但是打仗靠的其实不是步阵 还是看你临场的反应 我最喜欢小和的就是这一点 我们俩都是摩羯座 摩羯座对秩序有一种变态的那种需求 但是小和始终能把自己置身在 不安全的情况里 并且努力的打破规则和惯性 就像昨天晚上的演出 在这个舞台上 那么多人 那么多歌 那么复杂的一台演出 全在一天内完成 昨天晚上在演出前 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 我在休息室看小和还在和 巡响乐队排练 所以昨天清宫宴的时候 天然跟我说 他在昨天看到了一种混乱的美 然后这种混乱的美 我在 我在六月份来上海巡摇的时候 也感受到了 我到了上海小和来接我 然后第二天早上 我们去浦东找西爷爷 昨天晚上西爷爷唱了摇篮曲 我就是那天早上第一次听在浦东 然后西爷爷特别有排面 请我们吃了一顿浦东大餐 然后下午又去养老院 跟一个一百多岁的老奶奶 唱了在街头唱了一首余光曲 然后晚上终于小和说排练 我说好啊 肯定得排练啊 结果一到排练室 发现没有谱子 也不对和声 也不给大家听第二天要录的歌 在一个地下室的排练室里面 记性了两个半小时 然后我就明白了 还是美好药店 只不过是美好药店 3.0 谢谢 我好想等韦韦Q我一下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参加今天很特别的 艺术家伙伴计划 谢谢语文科代表张韦韦同学 你作文写得特别地好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听了昨天 和前天两场民谣音乐会 还有很多人是听了很久的 美好药店 或者是野孩子 我昨天在前两天在看演出的时候 尤其是昨天 韦韦在说小白船的故事的时候 我其实特别有感触 因为1998年我正在北京上大学 然后我特别能够理解那辆公交车 往郊区开的那个样子 那个画面是非常具体的在我脑海当中的画面 然后我在想1998年 那个时候张韦韦还不知道自己 未来要干什么 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十岁了 她的偶像是张韦韦 她会唱张韦韦的《米店》 和你们很多的歌曲 她今天问张韦韦说 为什么不带郭龙来 然后我那天碰到韦韦我说 其实韦韦我十年前采访过你 十年前当孟清辉导演的 《空中花月谋杀案》 第一次来上海的时候 那是在城市剧院 当时张韦韦 郭龙 还有舞美设计张武 还有孟清辉 他们四个人要来上这个直播节目 然后我当时 因为我不认识他们 但是就很紧张 我说那个直播间啊 嘉宾话筒只有两个 四个嘉宾没地方坐 看谁不来 张韦韦说不行 要来一起来 不然都别来 好吧 然后那是一档深夜十点的采访 我以为肯定都已经不记得了 那这当中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记得当时我在 那个时候还没有博客 我当时是在开心网的 那个日记的记录里面 就写了当时我那天采访的一些记忆 最后一句话就说 我很想再听到美好要点 所以我不知道属于你们的记忆 到底是什么 但是属于我的记忆 不完全是工作 而是自己成长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在我 其实我最早不知道 他们的巡谣计划 在上海已经在街头落地了 我是有一天 在草木的朋友圈里的照片上 我说什么 张薇伟 小和 他们在上海 在街头唱歌 然后就跑过去说我要来当跟班 然后终于给自己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也是没有想到突然 这么快回到民谣和巡谣计划 就会进到剧场里面 而且老实说 这些年 薇伟也好 小和也好 来上海 可能也进过很多Life House的演出 年龄虽然有点大了 我最近几年去Life House 没有那么的勤快 但是这次到剧场来 好像有了一种更加安心的感觉 我并没有觉得 坐在剧场的位置上 听民谣有什么违和感 而且我觉得 太恰到好处了 是不是剧场无关 而是跟这个剧场的气息有关 上海上海文化广场 我认识他们很多很多的小伙伴 从上到下 男孩女孩都认识 每个人都散发着 非常奇妙的艺术气质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契机 所以在连演完两天的 民谣专场之后 还会有今天这样的一场 艺术伙伴计划 就想来聊一聊 2020年这么魔幻的一年 民谣对于我们到底属于什么 到底意味着什么 还有这些 唱着歌 写着歌 带着我们去寻找身边 其实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现过的 这些老人们 这些童谣的痕迹的时候 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刚才那个一直被cue到的 好多年前的 没有那么温和的小和 对吧 哎呀 好想那个情景再重现一下 你当时到底转成什么样子啊 小和老师 来 有请小和 是你吗 商场上的那个人是你吗 小和 确切地说 也是也不是 是吧 应该这样说 刚才韦韦特别深情地回忆了 她第一次见你的样子 如果让你回到 第一次见韦韦的样子 你会 你会怎么来说这件事情 她想不起来我第一次见她的样子 还真的是 这个不撒谎 第一次 说她在商场见我 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但我第一次 我印象深刻是 在北京的白石桥 有个酒吧叫民谣酒吧 她和郭龙去那个酒吧 那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 然后 当然是 因为他们 他俩觉得 就是觉得我琴弹得特别好吗 还怎么办 就是 我们有一个很长的聊天 然后 哎呀 真的是 特别两个清纯的两个小伙 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 韦韦的头发真的是 就是 很美丽地 呆在头上 你知道吗 所以那个时候唱米店 对吧 我会洗干净头发 现在唱就 头发呢 我现在也洗头 对 所以 那是我印象当中的 跟韦韦过龙 就是我们从那就认识了 对 然后 一直到后来 我觉得韦韦是我 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是我在北京 然后做音乐当中 几个能 让我觉得我愿意和他 特别开心 愿意和他 在一块去 即兴的一个 不多的几个人 对 因为 韦韦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 虽然他特别喜欢秩序 对 但是其实 因为每次韦韦在玩的时候 他都能给你新鲜的东西 他不会安分在已有的东西 他也会加新的东西 所以那个东西是 其实挺难得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 每次跟韦韦在一块玩 都特别开心 所以直到我 把韦韦变成我们美好店的乐手 对 就是 是一个特别紧密的合作 包括现在 其实 就哪怕是昨天 哪怕是刚才我们调音 其实都会有这种 你觉得你在跟一个好乐手 好音乐人在合作的 所以其实韦韦 今天 被大家喜欢 我一点都不 一点都不吃惊 因为他本身就很棒 他只不过说 以前一直在为别人服务 或者是为一个乐队在付出 但是他现在 你们听韦韦的歌就知道 他的旋律 有多么的自然的那种美 一点都不做作的 他不是为了追求个性 而去写旋律 而是真正是 他内心里就觉得这样是美的 然后歌词也是朴素 但是朴素里面又 又是诗意的 然后那种诗意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 这个时代的就是 人的一种特有的一种诗意 所以他的诗意 我觉得是 就是70后的一种 对诗歌的理解 所以很独特 他也不像 其他的人写的歌词 或犀利 或者是标新立异 他还是有一种诗意 而且真的是有时代感 有时代感 所以 我觉得韦韦 今天就是能 有今天的成绩 我特别的 为他开心 我也愿意为他服务 成为他的乐手 好 大行互相吹捧 互相表白完了 互相自己说 我会现在开始 对 我今天只是来 给两位做个开场 然后接下来 谢谢 其实他们 就像刚才 韦韦说到的 他俩都是摩羯座 到底是有规则 还是没规则 前两天 其实很多都是 现场在调试的一些环节 不知道今天这个 小伙伴们会聊成什么样子 但是我不准备插手了 把时间交给张维维 小何 谢谢李欣 谢谢李欣 对 然后刚才维维在说到 说 哎呀 都怀念以前的我 其实我现在虽然不喝酒了 其实我也会 一般都会陪大家做到 尽量能做到最后 昨天晚上我没有陪到三点半 但我陪到了一点半 但是这几天实在太累了 还是就提前走了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变 就是你想跟朋友在一起的这种 这种 对于这种 在一起的这种友谊和这种 几个人在一起放开的这种 感觉的这种向往 还是在 我觉得这个就是活着 所以这个活着的感觉我还在 就是我 我喜欢跟朋友们在一起 一点都没有解 都没有解 但只是我 自己 已经明白 我不需要通过酒来去 挽留这个 想法 或者这种想要 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不是需要靠酒 不用靠酒 就是现在只是说 哎 感觉更轻松啊 然后不需要靠这些东西来维持 我跟这个事件的连接 我跟人之间的连接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变得 就是更轻松 然后特别是没有了第二天 酒醒之后的懊恼 其实我 我跟郭龙我们在 我俩老聊小河 尤其我们 我录完巡遥 就是今年 我的复工之路是紧紧的和小河联系在一起 录完巡遥回到大理休息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去北京排练 我们做一个音乐剧 我刚和小河一起工作了一个半月 就是每天在一起做音乐 然后非常密集的 从中午一点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 然后现在又来这儿 其实就是我跟郭龙老聊 老聊小河 就是因为我俩还比较喜欢聊星座 郭龙是巨蟹座 我是摩羯座 我俩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星座 所有的观点 所有的看法 所有的人生选择 就是全是反的 就是我喜欢热 他喜欢凉 我喜欢走 他喜欢流 就是我喜欢冬天 他喜欢夏天这种 然后我俩就聊 就说摩羯座 就是这个星座 如果不更新的话 不自我更新的话 会是一个特别可怕的星座 特别无聊的一个星座 就喜欢固定在一个 安全的一个 一个范围之内 在那里面称王称霸 然后满足在那种 那种情绪里面 如果这个摩羯座的人 如果不更新 就会特别可 特别无聊 就没有任何进步 我是一直在努力更新自己 但是更新速度 真的没有小何这么好 我去录巡遥的时候 其实我到了上海 我整个人是特别拘谨 你应该也感觉到 我特别拘谨 没有感觉拘谨 没有感觉拘谨 因为我一年半 没有拉手工琴 我已经放弃手工琴了 我想好好练吉他 然后我也这一年半 也没有跟人玩音乐 然后就是一直 就是整个人都 我就是想让自己 就是彻底沉一下 把所有以前的都忘掉 然后我其实录巡遥的时候 到了上海 其实我是特别放不开 一方面就心里又有这个疫情 个人防护的这种意识吧 比较良好的意识 然后其实我就又掉到摩羯座的 那个循环里面 就是自己自我保护的那层壳 都清清楚楚 那一路其实 你不知道你从你接我 到你最后送我 一直到机场 能够说的好几句话 是特别有用 就是我感觉一下 把我那个壳就给拨开了 然后到了北京 我们开始排练的时候 就明显有感觉 那个恢复的特别好 我这次在北京排练 就感觉很好 我觉得这跟你在 有一个特别大的关系 就是整个你处理 你处理你自己的方式 和处理集体做音乐 处理和世界关系的 人们关系的这个方式 还是对我是很有帮助 其实这个得到的东西 是超过我在徐瑶录制里面 那些歌对我带来的东西 要超过很多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 徐瑶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 就是你前两天也在说 它其实有时候是超过那些歌的 更多的是人和人之间 我们朋友之间 是我们之间的一种联系 还有和这些陌生的老人家 然后这些老人家和 和我们和观众 他一个整体的感觉 我觉得小和 他这个事是特别棒的 是要超过那些歌的 它是一个人和人之间 空间和空间 时间和时间 昨天晚上演出的时候 我在边上看 其实有好几首歌特别感人 它是民国的那种 是民国的歌 就是它跨越时代 就是突然就在这儿 就突然就长出来了 而且它会留下来 有录音有视频留下来 这个真的是功德无量 特别好 为小和鼓掌 这都不知道咋接了 对 我们 刚才韦韦说 就是她不拘谨 我觉得其实是 因为疫情 我觉得大家都变得很拘谨 这个是所有人的 就是这个大事件 我们都像水里的雨一样 那个水便 都是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我觉得拘谨是 这个当下这个事件 是所有人的一种状态 不光是韦韦 然后那我觉得韦韦 她就说她其实是一个 特别特别的 怎么说 她说的拘谨其实是 因为她之前一直在大理 她在练吉他 对 手风琴就已经 因为韦韦其实特别喜欢弹吉他 你知道 她现在的兴趣是抱起来 吉他更高兴一些 所以那个手风琴 估计放了有很久没弹了 一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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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刚拿起来 或者是就是说 来跟我们来一起玩 但是当我们在地下室 就是说我们其实 巡谣的这个乐队 其实我们不是来去改编 老人的作品 所以这一点上 跟其他的项目不同 就是我们真的不是说 我们去把明天的东西 踩个样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改编 变成一个新的音乐产品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 这些乐手 能用今天他的 所有的对音乐的理解 对生活的理解 来跟老人去连接 发生一个音乐行为 音乐上的碰撞 这件事情是重点 所以其实我们不会 提前给他谱的 因为其实大家听 这些十三歌 童谣 其实旋律都不是特别复杂 除了昨天晚上 你也稍微有点复杂 那其他的都还是挺简单的 所以如果我们提前 把这些 给到这些很职业的 很专业的 而且是我们找的乐手 都觉得 都是会很优秀的 他们其实是很简单 很方便 就给你配出来 甚至半个小时 OK 拍一首歌 真的 那些他们天天在做音乐 所以对他们来说 太Easy了 而且你知道 现代音乐 流行音乐 其实是一个近代时空 才有的一个东西 人们对音乐的理解 其实都被这个 近代时空的 对音乐的理解 所束缚 比如说 流行音乐里的 和声进行方式 但这个只是 这几十年的事 也不到一百年 好吗 但是我们现在就认为 音乐就是这样的 流行歌 写的就是这样的 但这件事情 大家好像在其中 觉得很享受 很好听啊 但是不会去想这件事情 好像感觉音乐 只有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 如果站在一个大时空下 其实是需要去 去反思 或者是跳出来 然后去做一点点 突破的 或者是 不一样的事情 来改变这个现状 我觉得会让音乐的发展 人类音乐的发展 可能更快一点 进入到新的阶段 而不是现在在这样 其实现在大家知道 做音乐越来越方便 一个电脑就可以靠电影 一个电脑里有所有的乐器 而且它可以 如果你很细的话 花功夫的话 它可以做到 让你听不出来是假的 让你听不出来是彩音 这可以让一个 完全没有音准的人 像一个具备高超演唱技巧的歌手 甚至可以创造一个 不存在的歌手 现在是这样的 所以等于音乐 但是音乐 这个东西的发展 其实还是很慢的 因为它再怎么这样做 还是在一个小的音乐范畴里在做 所以那些做真正的实验音乐 和做前卫音乐 或者做艺术探索的人 其实是特别可归的 所以我觉得小众在这个时代 无论在什么时代 小众是很有意义的这件事情 所以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也从很多身边的朋友当中 学到这份 安住在小众的这种 这种精神 这种力量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需要有些人去忘掉流量 然后忘掉功力 然后忘掉一些 大家现在都已经得到的一些东西 然后忘掉月下 然后去做一些真正应该有人做的事情 我来帮大家 我从我的角度来解释一下 小何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我们那天 陆寻尧去排练 结果完全跟第二天的歌没任何关系 两个半小时记性 跟当年美好药店一样 就是我肯定开心呀 就是拘谨了那么半年 突然又拉起手风琴造起来了 造得特别好 肯定到最后 我们是放着一首那个 HIPHOP的歌 然后集体陆成带着我们领舞 跳街舞 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犯嘀咕 然后我就当时给那个小何的助理刘瑞 我给他发信息 我说你把之前寻尧录的所有的歌 都发给我 因为小何在地下室过 说说他说不要排练 排练出来不好听 然后但是我还是犯嘀咕 我说你把所有的歌发给我 然后他哪首是排练的录的 哪首是没排练的录的 然后我回去一听 真的特别明显 凡是没有排练录出来的都好听 凡是排练的 就是因为这些乐手排这样的歌 要把它排准确排好听 太轻松了 就是因为这些和声都很简单 然后他的套路 就是一波一波的套路 你就随手就像一个文件夹一样的 你把它抽出来放在这就可以了 但是就是但凡是用那种方式处理完的歌 都会特别别扭 因为唱这些歌的人 他不是这个流行音乐这一小块 这个世界里的人 像昨天的你爷爷 还有西爷爷 他们的世界里是没有咱们习惯的流行音乐 这一块东西的 咱们觉得它已经是笼罩整个星球的东西了 但是在这个地球上的很多人 是跟这块东西没有关系的 昨天你爷爷唱那首歌 他不可能和 熏谣乐队的节奏卡在一起的 是不可能的 他的节奏 熏谣乐队其实也是卡不进去 他是完全 他的音乐语言是另外一套 所以我那天一听我就踏手 就是所有未经排练的那些 记性的那些 为了突然去捕捉一下 或者是临时一击一动 或者是有些错开的 那个错了的乱了的东西 反而和这些老人家的歌 合成了一个特别美的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小和 他在这方面的判断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但是就是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 但是像天然 他昨天就感觉到了 混乱的美 又不知道怎么接 不接也挺好的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 其实我们乐队在一起 就是即兴 或者说我们跟老人 在做巡谣的这种现场的 对话 我们其实是 我喜欢的一个词叫对话 其实是平等的 老人也是今天的老人 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老人是过去的人 但是老人是真的是今天的老人 所以那我们今天的一个年轻人 用今天的手里的一个乐器 其实是平等的 我们在对话 那在对话的当中 就像刚才有一个瞬间 就是没有音 其实它就是现实当中的一个很真实的状况 那音乐当中有很多 也是允许这样的 但是在我们 就是 当音乐变成可商品化 当它披上了一个可被商品化的这种需求之后 音乐变成了一种不允许这样 不允许冷场 对 这小节你晚了 那一拍子你没在点上 我爱 这些其实跟真实的世界是在隔离 但是有一种真实世界的音乐 你有没有听见 我相信你们都听见过 可能你的女儿唱的 无伴奏的 轻轻哼唱了一首女歌 可能掉不准 或者她的嗓音没有打开 或者有些害羞 甚至是 你可能在旅游的路上 偶尔听见了 一个 一个根本不知道是 哪个 哪个民族的音乐 不懂他们的语言 但是你就会被 那个东西感动 甚至相恋的两个人 走在一条 有味道的河旁边 可能听禅宁都是音乐 因为你也知道 为什么他们听禅宁是音乐 因为爱 他们会说 哇 这条河 味道好奇妙 很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是 没在这种事 商品化 没被商品化 没被音乐 就是这个 音乐工业化 其实是 就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 就是短短的 不到一百年的时间 昨天 昨天那个土摩托 昨天就是北京的一个作家 土摩托 然后他也 他也来看 他写了一本书叫 来自民间的叛逆 他是中国 就是研究整个 美国民歌 民谣 就是真的权威 六十万字 他是理科生 在美国 他是生 他是研究生物化学 在美国上班的时候 同时他喜欢上这些 他在图书馆 就是每天业余时间看书 他在那里呢 他就把这个歌曲 是怎么变成 现在流行音乐 他给理清楚了 是因为录音的方式 唱盘一张 只有一面 只有四分半 一张唱盘 录两首歌 当时的 美国中部的那些 海边的大唱片公司 去南方 录农民的歌 他就是要求农民 那时候的歌 一首就是 高兴了 就半个小时 不高兴了 唱两句就不唱了 就是这样的 但是他就规定 你必须得把这个歌 变成四分半 所以他 流行音乐是这么开始 这个歌 他就必须得是这么多 然后到现在 咱们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这歌就得到四分半 他就是对的 A段 B段 尖奏 A2 B2 反复B2 伪奏 他就变成这样了 但是你去听印度音乐 去听新疆的音乐 歌的长短 就是看心情 心情好 就长一点 而且就是 比如说古典音乐 甚至是一些民间音乐 它有叙事性的那种民间音乐 它真的是 可以唱两三个小时的 所以 他没有说是为了 去做一个商品而形成 所以当然我觉得 其实商品 今天的商品 就是受工业 音乐工业的影响的 这种音乐 文化 其实也是音乐当中的 一种新的一种东西 我觉得它也有意义 但是并不是说 这个只是唯一 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觉得 这个才是音乐 做音乐 这不是就要做一首唱片吗 一首唱片 一首歌应该四五分钟 就算了 理所应当了 对 但是 其实在这之外 还有更大 更辽阔的 对方才是 罗友浩 罗友浩前几天 发微博 说找了 四处找小和 唱的爱江山 更爱美人 怎么都找不着 好的 最后找着了一个视频的 然后他说 只有这个了 唱的也不太好 所以就是这样子 就是 你要小和唱的歌 他是特别爱唱 爱江山更爱美人 我最爱唱的是 昨夜星辰 就喝大了以后 就是拿起吉他 就必须得 得唱这个 然后他唱的歌 有时候就是唱的 唱的那个好 但是那个 他不是一个 就是可以量化的东西 就是我随时 都能唱成这样 那就是歌的美 有时候它就是好 有时候就是 就是不好 那我们对 说这么多了 我们给大家唱个歌 好 昨夜星辰 韦韦没有其他 韦韦你有手工琴 可以吗 我就试一下 唱不了 唱不了 那个不喝酒 是不可能唱的 那就是酒歌 我们 我们唱一首 韦韦军的新歌吧 让韦韦唱一首 你们谁是前天也来看演出的 哦 没那么多才好 如果都来了的话就 这个场地 这个场地特别 对 而且今天你们都在台上 我们是一起的 挺美的 我觉得 就是咱们都在台上 像是在一个 像是一个 人很多的剧组 在排练 一个 人间戏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雨水浸清了 山里的夜莫过 你的生长 自由而疯狂 蜿蜒的群山里 开来的大巴车上 坐着一个疲惫的人 在我的心里 住着两个魔鬼 一个要抱着我 一个要松开 从清晨到午夜 从过去到现在 你说哪一个是我 哪一个不是我 我爱你 我爱你 作曲 李宗盛 车在群山里 在我丢失的过去里 还坐着模糊的你 房门紧锁着 没有缝隙 午夜的旅途 没有人为你心碎 这世上已没有悲伤的歌曲 从清晨到午夜 从过去到现在 你说哪一个是我 哪一个不是 午夜的旅途 没有人为你心碎 这世上已没有悲伤的歌曲 魔鬼抱着我 她还要安慰我 她说我们永远不说再见 歌曲 李宗盛 能不能转称 能不能转称 我怕你 能不能转称 我怕你 我怕你 你白天 你白天 再聊会儿 抱着琴聊一会儿 现在几点 早了呢 两个表有点问题 两个时空 我觉得如果 一起聊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想聊的 或者想能帮我们 缓冲一下 缓冲一下 好好好 就是我有问题想问问 雷老师 是因为你不是开场 说你是摩羯座吗 然后我 就是对星座也挺有兴趣的 然后是这样的 因为我有做 就是明昌明谣的小伙伴 很好的朋友 他也是摩羯座 摩羯男 然后我一直这么多年 有一个困惑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 就是土象星座 就是金牛处女贵 就是金牛处女贵摩羯嘛 是非常务实的 然后我觉得摩羯就是应该在金融圈或者是 哪怕去卖房子吧 我觉得都很靠谱 然后呢 就是我特别想了解摩羯座的音乐人 就是像您这样纯粹的音乐人 就是因为做音乐大家都懂嘛 如果不商业化的话 你的变现会很困难 然后就是说白了 就是特别容易变得比较穷 然后我说的是个现实问题啊 所以我就是有一点不能够理解的 就是 就是作为很务实的摩羯座 竟然你也很相信这个 所谓的星座学说 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如此不务实的 特别在音乐的种类里面 民谣又是特别不容易变现的 那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嘛 因为你选择了这样的一种人生 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么这个跟摩羯座的本性 其实是哪愿北辙背大而驰的 所以我特别想就是知道 或者你星盘上面上身在射手 就是你 我上身还真的是在射手 不羁放纵爱自由 那就那我就理解了 就是就是就是 所以就是韦韦老师 将来您再出去跟人交流的时候 您可以就不要跟别人说 你是摩羯座 因为你真的太不典型了 如果你说你是 比如说火星金星什么月亮 都在射手的话 那完全能够理解 我就完全能够理解 为啥您要做音乐 而且活得这么纯粹了 因为射手是非常典型的理想主义 就是就是就是摩羯座 就是您根本就不能代表摩羯座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我其实是个写星座专栏的 好好咱们星座就到这 但是但是我本身是学戏剧专业的 就是孟金辉应该算我师兄这样的 所以我其实其实我我就是 我就是觉得说摩羯座肯定不会选择 纯艺术的道路嘛 而成艺术的道路一定是理想主义者 才能坚持到最后 而且我刚才听小何老师说的 小众的那个观点 我都觉得我都得飙累了 因为戏剧也是小众的嘛 然后我觉得真的就是 当大家还在坚守的时候 是一件特别令人感动的事情 也希望可以就是不要向市场跟资本妥协 谢谢 好的 谢谢你 谢谢你的问题 我倒着说 咱们星座先不聊了 咱们先说说这个就是 那个关于穷小众 好吧 你知道吗 就是疫情期间 各行各业都打击特别大 其实你们想一想 其实文艺工作者 其实是打击最大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了 如果战争来了 我们就是第一批 第一批死的那批人 饿死的那批人 为什么二战的时候 希特勒会把 会做木匠活 会修东西的犹太人留下来 反而拉小提琴的犹太人 会第一批走进焚尸炉 其实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跟民生 跟整个社会最基本的需求 没有关系 不如一颗菜 真的不如一颗白菜 一首歌在某些时候 是不如一颗白菜的 一本书或者是一部戏 真的是不如一颗白菜的 我真切地 我也感受到这个 当你去超市 发现买不着菜 而你的父母 孩子在屋子里面 晚饭就要吃饭的时候 这会儿是菜重要 还是歌重要 然后这是一个现实吧 就咱们大家都知道 但是同时 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是 整个疫情期间到现在 我周围的音乐人 有很多过渡 我没有听到一个音乐人 在抱怨生活 我接受到的大部分的反馈 我周围的音乐人都在说 这段时间过得太好 我自己也是这种感受 你知道我 今天疫情期间 我们全家的生活费 降到了一个月不到三千块钱 你知道特别好 我最近一直跟家人说 我们能不能想办法保持住这样 就真的 其实他不是说那个 就是我们要清心寡欲 我们要修心事什么 就是那个感觉特别舒服 让生活变得特别简单 就是其实是特别舒服的 就是不在淘宝上买那么多东西什么的 其实是特别舒服的一个事情 因为好多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 生活最重要的就是 我疫情期间每天起来吃完饭就练琴 一直练到我妈喊我吃饭 然后吃完饭睡个午觉继续练琴 练到晚饭 所以我特别欣慰 我周围的音乐人 我的朋友全是这样 他们有的生活过得很好 有的其实生活是很差的 像我其实我疫情期间我的存款 就是真的只能用日渐销售 这四个字来形容我 但是没有抱怨 我自己也没有抱怨 我没有感觉到周围的这些朋友抱怨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选择了这个工作 就是它怎么样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疫情期间我周围所有的朋友都在联系 就是终于有时间可以好好练琴了 不用出去跑江湖 所有的那个也不用琢磨参不参加 月下第三季啊什么的 然后好 这个是这样的 关于星座 选择什么职业跟星座没有任何关系 我此生最重要的两个乐队 全是摩羯座乐队 野孩子三个摩羯 美好药店三个摩羯 美好药店小河是摩羯 张卫鼓手是摩羯 张卫现在进了李治的乐队 然后野孩子乐队张全是摩羯 马雪松是摩羯 跟星座没有任何关系 摩羯座的坚持和它的 它有很大的一个视角 其实是摩羯座特别好的一个优点 在做艺术工作的时候 它能把自己的一个角度往上提 其实是特别好的 当然弱点其实每一个人去 每一个人都有 就是容易抓着不放 控制欲过墙什么的 所以其实不光是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星座 一个性格 其实你都要自己去 去想办法认识自己 你知道认识自己 有时候比创造要更重要 因为你都不明白 你自己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就是 我说的摩羯座的更新 就是你得认识到自己 你知道这样不好 这样只会让你 走向更窄的地方 你就要想办法打破它 让自己避开那些东西 不要往那个小角落里走 我周围有好多摩羯座 就我看着他们都着急 就是它在那个小角落里面 称王称霸 就是自满 然后特别得意 然后 就是所以我还是选择 和小河站在一起 小河 好像刚才有 谢谢 那个小河老师 两位老师好 以前这个观众的光能给一下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的朋友们 好好好 我底下没光是吧 有有有 感觉有点奇怪 有了没事你就坐在站在那里 对对对对 你舒服一下 就这样去看见 首先我也是一个摩羯座 然后我也是做音乐 然后其实我今天来是 就是想听听行业前辈的 就是想法吧 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啊 这些都不太一样 我之前是 我是从初中写音乐 写作品那些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碰乐器 因为我爸妈 他们之前是做音乐 然后后来去做生意 然后他们不准我碰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写作嘛 然后后来大学的时候 就我从爸妈给我选的投资金融 然后我自己转专业写书 转到文学院 然后发现我们学校的文学院很水 然后我就自己开始做音乐 然后做了一张唱片 然后 叫什么音乐 我叫王琛 然后那张唱片叫《生活如诗》 然后是在网易云发的 然后 然后有一首歌叫《守童谣》 得了今年的这个什么 国家的一个 那叫什么奖来的 就是叫新时代儿童音乐计划 然后就跟你们的寻谣计划 非常有冲突 我觉得 就是也是写童谣嘛 冲突 就是 何来冲突 因为你们在做的是采集以前的 但是我那首歌 是我自己创作的一个 没有啊 冲突 对 然后其实我今天来就是交朋友 然后听你们的想法 然后 然后 我本来已经快要 好 那我就唱两句那首歌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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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云朵飘啊飘 外婆的扑山摇啊摇 天上的星星水佼佼 外公故事讲完了 山中的微风吹啊吹 虫儿发着光飞啊飞 葡萄藤家下又一梦 梦醒人还没回 门外的枝头月原料 羊耳朵在妈妈怀抱 盼望着冬天快来到 给谁唱首童谣 谢谢 谢谢 前面提问的那位朋友 看看摩羯座 谁说摩羯座只能卖房子 然后我上升也是学生 对对对 就是12月23号 然后那个 12月23 对然后我本来已经 就是因为我也不太会弹吉他嘛 然后我更专注在 一直专注在写作的领域会多一点 所以就 而且我觉得做音乐真的太需要 不仅是就各方面的 我不太擅长跟乐队啊 或者说朋友他们这种 太过密集的打交道 所以就没有选择说 像你们一样玩乐队啊 做巡演啊这些 当然这个也是我很想做的 然后我本来已经打算说 毕业以后就回家写书 写个四五年 然后去考那个 鲁勋文学院 那个创意写作硕士 然后 结果 今年7月份的时候 在黑道老师 就是丁太生老师的那个微博 看到说 胡彦斌老师在 做那个创作营 就是 招作词人和作曲人 然后 就有幸来上海去参加了一下 结果胡彦斌老师和 甘世佳老师就很喜欢我 但是他们是主流音乐圈 然后他们就签了我做 作词人我也是刚到上海 十天 但是我就是从这个 做了三四年的 我们的独立音乐 民谣 因为我自己就是写民谣的 就从民谣音乐到 跟主流的这些 主流音乐人去 就是或者说是 他因为 胡老师已经出道20年了嘛 然后 去跟他们这样的人 我发现 其实大家的想法 或者说做音乐的人 是没有太多的偏见 或者说怎么样 只是大家选择的方式 和 就像刚才小何老师说的那个 就是说 他们只是去选择 做这个 让更多的人可以接受 让更多的人 就是大部分人去认同的东西 但是 他从来没有说 对我们的小众音乐 或者怎么样 有偏激啊 这些 就是我还觉得 一边去 跟他们对接 一边去来 认识你们这样的人 我觉得 对我是一种 让我变得更open 更 更 就是 因为我想先在作词上 先做到 比如说我 其实我觉得传统唱片工业 也是一个没落的东西 其实它也在变小众 比如说职业的作词人 职业的作曲人 这些 其实大家的生活 也是路在越来越窄 但是 这种东西也是 另外的一种意义上的坚守 我觉得 其实它也是在变得 小众的一种东西 然后 我现在的话 就是想 这几年先 把作词做起来 然后 等到之后 可能自己 有了能力 然后独立出去以后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这种 让自己更舒服的一种 我觉得 可能就是想 有一段经历吧 然后也想看一看 更大的世界 对 还是很庆幸 能跟你们交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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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位发言的 门槛太高了 一个专栏作家 一个新生代的音乐人 太棒了 继续提问还是 继续提问吧 好像这个 他也没有什么提问 这临时加出来的环节 而且很好 大家都听到了 他的歌 有一个问题 想问小何老师 我觉得其实前面两位 他们的提问 并不是特别需要答案 但我这个其实是挺想要问问您的 就是说 就是我们在民谣的收集的过程中 您怎么处理这个方言和旋律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觉得特别是跟年纪很大的这些老人家 像上海郊区的很多老人家 他说话 其实我们都已经很难听得懂了 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 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技巧 对 当然 对 刚才像李欣说的 我们其实有很多在地的职员者 他们都是 一 可能是上海 就是上海人 另外呢 他们在上海生活很多年 会说一点上海话 那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 是跟每个个体有关的 就是 当你想去听 想去听懂的时候 你的听力会越来越变强 你对一个东西感兴趣 你才有可能会去了解 所以就是首先 你愿不愿意去耐一下心来 去听那些 你一开始听不懂的 然后仔细去听 因为你知道 你跟一个真实的人打交道 不是在听广播 因为他有表情 他会有动作 甚至有那个气候 甚至有旁边人的烘托 其实交流是一个超三维的 他不是一个平面 不是说只有声音 所以在这点上 我还很自信 然后我大概在杭州 我们做完杭州的项目之后 其实我能听懂 杭州话大概有50% 在上海以后 我也慢慢能听懂上海话 这个其实是 跟你有没有想去听有关 就不是说我都听 就是我觉得是 当我们愿意听 想去了解它 然后那个东西才会变强 我也有朋友在上海生活 很多年 十几年了 他说我听不懂上海话 因为他跟别人都说普通话 所以别人也会跟他说普通话 然后他也不会跟说上海话的人 去用上海话交流 或者是感兴趣 他可能对这个没有兴趣 所以他就这个听力就没有 所以这个其实跟那个有关系 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东西 感兴趣 想去听 它才会 它才会真的抵达你的 你接收的这些感官 这样 这个也是 说音乐也是这样 当你有 你的情感 跟你的声音互动的时候 其实音乐就开始了 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听觉 你没有你的情感 的参与 其实再好的音乐 只是声响 只是你的BGM 我03年 2003年去新疆 待了半年 然后我是去学 荷达克的一个乐器 东布拉 然后我住在 一个维族人的村子里 然后我每天的生活里面 其实是脱离汉族文化 然后我教我东布拉的师傅 是一句汉语都不会说 教我汤布尔的那个维族老师 会说个两三句 我每天跟他们待在一起 就是我待了三个月 到最后就是因为 越出越好 就天天在他们家里面吃饭 他们家里面大部分人 都是不说汉语的 到最后就是他们笑 我也能跟着笑 因为真的就是 我其实不太明白 他们说的笑话的意思 但是我跟他们一样高兴 因为其实真的交流是 他们在说一个什么 他们那个笑的样子 感动了你 打动了你 并不是说 非得要这个笑话的质量 有多高 所以咱们看 有些那个 就是现在那个 电视上的那些 网络上的那些笑话 一点都不可笑 什么脱口秀 一点都不可笑 是因为这个 就是他们跑到综艺上 脸都拉下来了 就是还怎么 你的段子再有多厉害 能感动 真正感动的人 是那个 就那个人笑的样子 他的声 他的音色 就可以了 真的 你完全可以和他一起 一起开心 一起 没问题 我们要不要提三个问题 唱首歌之类的 大家再想一想问题 你再唱一首歌吧 那会不会唱很多 我没准备太多 手机眼快 所以刚才这一声 如果在你大脑当中 回响的时候 就是音乐了 我昨天还会拖着 你呢 因为花均 我们要快乐 这样子 我发您一 hash 我们走在漆黑的河边 抽烟 车灯晃过 照亮我们之间的烟雾 跟一个自己啊 爱的人在一起 就要把一个故事 听上几遍几十遍 别说 你再也不想遇到他 你别说 再也不想遇到像他这样的人 生花好像 好像总是送给你 好像总是送给你 一箱不到的礼物 你再也不想遇到你 我总背后抱着你 在秘密的寒声里跳舞 我的左手摸着你的右腕 我的右手摸着你的左腕 我的右手摸着你的左腕 我的右手摸着你的右腕 我的右手摸着你的右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只有一点害羞 还一点点的委屈 你说你要去更大的草地 因为那里没有人认识你 可知这个城市碰到构面的野草 也会这样思念着你的脚 你把肉当送进孩子罪里 以为他 他永远永远都属于你 可知道他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你只有一点担心 和一点点的委屈 你只有一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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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去更远更大的草地 以为哪里没有一个人他认识你 可知道这城市里蓬头勾勉的野草 他们也这样啊思念着你的脚 生活啊 好想啊 总是送给你 送给我们你想不到的礼物 谢谢啊 我跟委员每次我们俩配合都是 都是像一次新的认识一个朋友 其实你跟一个人有特别好的配合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感觉 啊 我遇到了 你好棒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做音乐 真的就是和小和在一起 我是最能有那种绽放的感觉 真的就是但是这个并不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都能有这个就是那个东西 它是它是自由的 然后有感情的 同时又是又是一直在想办法去 去捕捉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特别好的一个 刚才这个歌叫《九十年代》 是我最喜欢的小和的歌之一 然后我自己也老翻唱 但是我当然我就把它唱得很酥 还有十分钟 还有十分钟我们选择提问还是选择听歌 提问吧 提问 提问 我看有好多朋友在想说话 对对对 还是有人想的 十分钟之内要 如果你也出专辑的话可以 一个问题 抱一下 老师们好 就是我交代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我不是什么关于文艺的 就是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上965的班的一个普通上班族 然后呢我听歌就是一种就是喜好吧 就是兴趣 一种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消遣 然后我很好奇的就是说 像老师们你们把音乐作为一种职业 就是以前听过说你怎么毁掉你的兴趣 可能是说你就把它当做职业 就是我我想知道就是老师们是怎么平衡 就是如果说你的兴趣变成你的工作 就会不会就是因为有一些工作 是会有些比较无卖的时候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像我这种比较普通人嘛 就是不知道对于音乐这种鉴赏 应该比方说想听听老师对于音乐 或者是对于民谣就是怎么样去 是什么是怎么样去鉴赏它 就是因为我们就像我这种普通人是 就是就直听那种感觉 感觉到的可能就到了 谢谢老师 就两个问题 好 我随便回答第一个几句 就是如果你都不能做到 把你喜欢的事情 把你全部的生命奉献给你喜欢的事情 你怎么可能把这事做好 生命如此短暂 对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 但首先不要太在意这件事情 因为你接受到所有的东西 你都可以鉴赏 刚才你不经意鉴赏完了吗 你喜不喜欢它们 也可以不喜欢 这就是你的鉴赏 刚才听到 你也不一定把它叫成民谣 也可以叫成民谣 但是你首先你要敢去欣赏它 它就在你身边 已经进入了你的耳膜 通过你的耳神经 和你的情感也许有了互动 你看见它们吗 你看见那个互动发生了吗 如果你没看见 那你怎么去鉴赏呢 首先不要在意这些 每个人都有 鉴赏这个 你接受到的一切的权利 你也有鉴赏力的 天然已经警告我了 不能再提问了 但是还是希望能有一些唱歌的时间 好不好 还唱 还唱 才唱了两首而已 我们正准备了两首 是吗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在想 米店吧 因为最近这个我们排得挺好的 也应该能保证效果 这首歌我们每次排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跟安娜 在拍一个音乐剧 叫流浪剧歌 每次安娜 借给全力想起 安娜就说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歌 老国人 老国人说的赞美 都不要太当真 哦 这句话你们要 解给安娜 解给安娜 请啊 这可 安娜 这个 葳葳 我认识吧 是因为她自己 她们幸福感比较 比咱们要强一些 所以看见什么 哦 这棵白菜 是我见过最好的白菜 其实她昨天见到另一棵白菜 也是这么说的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能力 对 就应该这样 好吧 今天这个米店 肯定是我这一声唱过 最有感觉的一次 先唱完再说 因为我们跟听的人 一起都在舞台上 好吧 其实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做巡邀计划的特别讲究 就是特别在强调的这个 现场 其实音乐 发生的时候 一定是有你的参与才发生 所以那个真正音乐响起的那一刻 不是在巡邻那 是在你 耳膜震动之后 你的情感波动 你什么 音乐在哪响起的 所以 那就是舞台 你永远都是 其实你一直都在舞台中央 来让我们一起来演奏这首米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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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欣 不想上来说结束于 其实时间真的挺短的 即便是看了两天的《民谣音乐会》 聊了一个半小时 好像还是有好多话没说完 其实刚才发言的几位朋友 也挺让我感触的 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行业 也许大家有各自的理由 来听这些歌 有各自的故事 有看待所有问题自己的角度 但是就像葳葳说的 你只要真心去喜欢这件事情 就可以了 其实我是一个电台人 在我以前的认知当中 电台就是应该放好听的歌的 但现在也许这个事情 没有那么地简单 但是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去传递很多的想法 好在现在很多渠道 变得更加的通常 变得更加的多样 还有就是2020年到了现在 有了更加多开放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大家可以进到剧场来听歌 然后在即将到来的很多的时候 有机会会听到 小何老师的音乐会 我打下广告吧 十月份 对吗 那天光顾着替陆成打广告了 忘了跟大家说 你在他前一天是不是 十月几号来着 大家去查一下 就是长假期间的某一天 虽然二号是小何的是吗 还有孙大四你忘了 一号 反正都是他们的专场 反正都是他们的专场 维维什么时候 我还得再沉一沉 我还没 我得再导回疫情里呢 去待一待 是吗 我 我现在 还得再等 但是维维写了很多新歌 特别好听 所以我们期待 他的新专辑赶紧出来 我在这个事情上显得过于磨结了 我在往我的上升上靠一靠 刚才那女孩提问的时候 差点怕她问 你们美好药店怎么考核KPI的 好了 我觉得今天很开心 大家可能很多人是第一次 在舞台上 对吗 可能在文化广场 看过很多次演出 然后 他们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单位 然后 有一群很奇妙的小伙伴 包括小何 我也这次认识了很多文化广场的朋友 他们 没有太多的功利心 老实说 然后有很多美好的情怀 当然也希望有更加多的剧场 更加多的演出的地方 有这样的情怀 能够让我们听到 和一起来创造这么美好的音乐 那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主要要谢谢 这个剧场 还有我的好朋友天然 大家能在这么殊胜的一个舞台上 聊一个下午 特别美好 就是2020年 咱们还能在一起分享一个下午 都应该真的感到幸福 谢谢大家 大家回头看一下剧场 真的很漂亮 那是你们昨天前天坐的位置 前天我坐在山顶的位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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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